大家好,我是丹尼斯老师 我目前在巨匠电脑是从事资料库以及云端相关课程的教授 这一门课就是我们微软A9 Fundamental这门课程的一个认证考前冲刺的解题班 这个考试的考试代号是AZ900 想要开启我们微软A9的这一个世界 又要从这一门课开始 所以想要取得我们A9 Fundamental认真的同学 以及想要成为A9云端的管理师、架构师 以及使用A9云端任何的一个服务 这门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课程 AZ900我们微软的A9 Fundamental的这一个认证考试 它的考课的内容总共有四大面向 第一个面向就是我们微软这个云端的整个概念 先从我们的所谓云端的一个好处 再来我们云端提供各种不同的一个架构 从AZ到PAS到SUS的整个描述 以及我们公有云、私有云、混合云的这种服务的模型 第二个面向就是我们A9的核心服务 核心服务的话先从整个核心的架构的元件开始考起 再来回到我们一些核心的产品 核心的一些解决方案 以及云端的管理工具 第三个面向就是在云端的security 以及对应的一些隐私权、合规性等等的一个考试的面向 从网络的一个安全到我们所谓的身份鉴别的一个方式 以及我们security的一些管理的工具 最后我们Azure的一个所谓权限的一些管理 再来就是我们Azure在云端的一个监控以及报表的一些服务 最后隐私权、合规性以及资料保全的这样的一个面向 最后第四个大的一个考试的一个方向 就是我们Azure的计费 以及提供的一个服务等级SLA 以及服务产品的一个生命周期 所以先从Azure的订阅开始考起 再来就是我们在成本的一个管理 以及服务等级 服务的生命周期 这门课的教学重点 当然是要为大家准备考科的一个各种考题的模拟题型 考题的讲解 我们准备了12堂113题的一个模拟题型 来帮大家准备应付这一个考试 我们准备了5个小时的一个模拟题型 来帮大家准备这个考试的一个方向 以及参考题型的一个完整的解题 让大家可以针对这一个基础课程 可以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解题的一个方向 上这门课之前 因为它是一个考前冲刺班 我们希望大家至少要有一些基本的一些基础 所以已经从事系统管理员 或者是系统工程师的相关工作 或者是已经完整修习过 我们微软Azure Fundamental的认证课程的同学 都可以来考这一门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